今天嘗試用Insta360 ONE R雙鏡 試一下拍一些很簡單的VLOG影片 今天挑戰了一個難度 晚上的時候環境效果或者影片效果是怎樣 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以看看收音效果是怎樣 今天這部機是沒有加麥克風的 我自己也沒有插麥克風的 雖然我這件衣服是有麥克風的牌子 但是今天全部都是靠這部機本身內置收音的 如果拍VLOG的朋友可能收音也是很重要的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如果這樣收的時候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試完才知道,希望就沒問題了 希望可以接受得到 如果能接受的聲音是質素OK的 簡單地用這部機拍 加支這樣自拍乾其實都真的很方便的 現在我們就在用4K去拍 4K我看到剛剛好像在用50倍FPS 對於晚上來說是有點困難的 因為格數越多,代表你快門越快 現在這個地方是公園來的 沒什麼光,也在走,我也不想去跑 看看這條影片,你們可以感受得到 那個質素,晚上的時候是怎樣的 但是這部機我早的時候拍,我也試過的 其實陽光天,什麼機都拍得漂亮的 其實也不是很大問題的 晚上呢,真的可能是理計一點的 還有最想去試一下就是這部機雙鏡 可以拍正面,可以拍反面 其實就是很方便的 那你不需要兩部機拍兩個不同的鏡頭 同一時間你可以拍到我們人那邊 也可以拍到對面的景物那邊 那剪接呢,不困難的 用它的apps去做就可以了 又或者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會將兩個鏡頭呢,都會輸出一條影片出來的 那去到電腦的時候呢 我才再收拾的而已 那可以調整兩個影片,兩條track去做 看看這條影片,能否幫到大家去做選擇 那我知道現在呢,居家拍片 我都是個潮流來的 因為大家時間多了,沒什麼做嘛 那看看這部機能否幫到你呢 看看這段影片能否幫到你 去抉擇一部細小,輕巧 同時之間那個鏡頭質素 都是不錯的一部相機來的 那今天大致上的試用呢 就是這樣先啦 下次再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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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